因在美国比赛前训练受伤瘫痪的体操名将桑兰 他有一个已经上小学的小儿子 也喜欢踢足球 在2月12日 桑兰老公前职业基建运动员黄健在 个人社交媒体上写道 最近冬奥会 我国表现上家 规划运动员取得金牌 我儿子问我 外国人能代表中国队吗 我们中国男族都用规划球员 不就行了 黄健回答儿子说 比如谷爱琳 的确是土生土长的外国人 而且又是在一个冰雪项目较强的国家成长 所以基础训练有一个好的环境 当然 这种规划至少他还有一半中国人的基因 所以代表中国队无可厚非 但这也突出说明了我们在冬季 运动的群众基础上是薄弱的 关于国足规划现象 黄健说 国足规划球员的问题 我回答不了儿子 因为说多了 我怕他对国足没信心 结果没想到 儿子告诉我 解散这一届吧 太臭了 等我们长大了 我差点笑喷出来 我告诉他也许这届国足队员像 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黄健最后说 我告诉他 要有一个强大的家庭 踢足球的孩子的家庭很重要 从遗传到知识 再到培养 精力 金钱 希望不能少 足球运动是世界第一大运动 不是把别人家的孩子叫来 就可以赢的 其一 关于体育规划问题 黄健的观点 代表了大多数国人的认知 那就是 体育领域必须进行的规划 应以非血缘规划为主 这样能首先从血缘上 可以让这些规划选手与中国人有共情感 同理心 有真正的文化认同感 其实 像体育规划现象 早在国外成为常见现象 而不像在我们这儿刚刚打开这扇门 还有很多争议 国外包括非血缘规划 也都很普遍了 但黄健所言的意思中 体现出了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 确实这应是非血缘规划中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如果没有对文化和国家的认同感 而只是为了图前的临时雇佣兵 确实这样的规划做法 并没有真正达到规划的目的 规划选手的目的 如果仅是为了拿金牌 只为成绩考虑 则这样的规划最终大多会成为烂尾工程 其二 关于国族的规划问题 全用规划也只能是无奈的笑谈而已 显然 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五千 年文化传统之悠久历史的国度 全用规划这样的想法 很难实现 即便像我们的冬奥冰球队做了一些尝试 但足球不同 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 比冰球有着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众多的喜爱者 二者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 向护梅的记者陈华就称 如果国足里有五六个不会说中国话的球员 我就会砸了家中的电视 还要坐高铁去足弦门前散步 云云 陈华的这种思想和情绪 也是极有代表性的 而如果全部用规划球员 这样的国足是极难得到大众认可的 其三 像桑兰的小儿子指小儿戏言 解散国足 其实真这样做了 也仍是无济于事 中国足球多年来的发展 始终找不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过去体制化的旧模式下 中国足球虽在当时的环境中 还能在亚洲说的过去 但仍无法进入世界杯 此后的市场化 职业化后 特别是金元足球的盛行 虽然造就了一大批亿万富翁的外援 更是水涨船高之下 同样成就了很多千万亿万富翁级的中国本土球员 但他们踢球的水平 能力和成绩 却更是与其极高的收入不相符了 同时 我们的轻讯水平 人数 足球注册人数等足球基础性工程 也是全面落后 特别是黄健所言的踢球的家庭基础 太差 有几个家长支持自己的孩子踢球呢 因此 甚至有足球圈中人称 未来二 三十年内 中国足球都难翻身 由此可见 中国足球没有家庭的广泛和真正支持 不能做好清训的基础性工作 不在机制和制度上做出刮骨疗伤式的改革 则中国足球仍会在一个个轮回中 一次一次地重复着被轮倒在地 稀烂如泥的结果 原创评论 余说还羞